準備好了嗎? OK 首先呢大概就是 這邊這個站位很老用 你覺得他會這樣子 你知道嗎? 開場有個knife你可以直接這樣丟 我喜歡打的時候打錯招這個 我可以知道我能不能趕快點球 跟日本隊友練戶跟韓國隊友練手 我每次這樣看我都一定會死掉 我怎麼隊都對不贏 真的對不贏 因為他就是會先看到我 而且他一致看到的範圍是一點點一個一個的 你就說你看到那個人 他不會這樣站在這邊 就直接查確定位 他因為這邊有人 這邊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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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會死 所以他是你看到 他這邊設計的東西就是 A到他是有 有辦法一個一個收的 有沒有 到了這個2B2殘局 他只要是綠色的 就是可以關的 紅色的還是代表不能關的 這邊選擇直接關門不是一個好選擇 其實到了這個資訊就打自保 也就是說你不用去規避兩個傷線 因為到這邊其實每個人都是風險 每個人都是風險 他就像這一個人在Haven 好了 他也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隨時會跳上來 這種局勢跟你一開始打五的局勢 是不一樣的 他如果要這樣站也是有風險 所以在你跟我彼此都要自保的情況下 誰會烈士 先鋪位的人會有烈士 所以呢你只要關門這個東西 人家就知道你在這一邊你就烈士了 他可能原本沒有要看的 他可能還在看這一邊 那你一關門他是不是就趕快要回來 對吧 所以到這一拍的時候 你就是不要露出你自己任何所有的五眼角不深 對 你會慢慢的靜悄悄的來到這一邊 然後呢你可以看一看你要怎麼摸 剛好抓到一個人 對對對 明明你可能有抓到一個人 所以你如果是Radian的你就會有個幹就是 好這個時候你跟我都要打自保 你會怎麼站 我又會怎麼站 哪個地方自保的機率高 這個地方自保的機率高 高區率會在這一邊 你不用看太多地方 你屁股也不會有人 再來的話呢就是這個偏轉角的位置 他也是不用太看兩個地方 當然你要說有人可能會這樣子走 有可能可是 你是進攻方 你通常到這個角落才有可能 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往去哪裡的情況下 你要 你要走到這邊把這個人打掉是很 很少機會會發生的 很少機會會發生的 我不喜歡你的整形教會 我不喜歡你的整形教會 這是 你預測就不要在原點 你出去的時候就不要在這邊了 你出去的時候就不要在這邊了 所以你要這樣子 我再說一次這樣子 我刀到這一邊 我刀到這一邊 我確定點內有一個歐門 然後我刀這邊沒有看到他被鎖 那他在哪裡 對 沒錯 那你就很簡單處理阿 非常簡單處理阿 甚至你不用丟閃阿 你出去乾拉出去 基本上就大聲位 直接過來 也可以阿 好 到這一拍 打掉 這時候我會跟歐門說 我四馬中有刀 然後呢我這個刀 好 你要到哪裡 兩個選擇要把右邊要到左邊 我的話啦 我會更偏好是左邊一點點 好 你知道你在丟刀再來一次齁 丟刀 這邊一看有沒有叫 沒叫很好 沒叫基本上就是二箱或紫箱 紫箱或Under這一邊 這三個點位 對 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就是比較好打 你丟右邊 好確定沒人 然後這邊黑門隨隨都會有可能 會有人打 打Timing出來嗎 你到了這一邊之後呢 你的敵人 可能還會再繞這個管後 做一個1v1 再過來1v1 所以就結論而言 左邊比較優勢 地形上是這樣子 這個2v2團區 兩個人站好有些解除 那你歐盟要站那麼高 你背一波就得cover他 如果你門關了 這樣就加了黑大 但是你不想幫他 我覺得也不是不行 因為他看起來北七北七的 你就打一個自保 賣他自己去打槍 這樣OK 但到了這個節奏 你就直接看好一個位子 你不要這樣砰砰砰 啊一個Timing 你會以為怎麼辦 但是你其實還有兩顆Flash 可以來做使用 這邊 這邊 丟閃 這個閃光拋起來 或者是直接 正面部分 短拋閃 一顆 讓我們去peak 你的刀直接丟會被打掉 沒有用 刀這邊是一定刀的到人 然後人家打不到你的刀 你看一下你的動作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Flash 就知道是Rush 你的雷就不用丟這邊 你退的位置也錯 刀完 Molly這個角度 擋住最方法出來的第一拍 然後你在這邊就安全了 對 你不用 很緊張 那你趕快拖回來這邊 你就等於說錯過了這一邊的槍 然後你在這邊的時候 你又有一些Flash可以用 然後你在這邊也有Flash可以用 就是你有很多機會 但是你都完全把它放掉 你直接在點內 你今天真的好了 你很幸運的你就有一個Flash 然後把人家打掉了 你覺得你第二次Flash 還會有一樣的Chance嗎 沒有 所以你會計畫說 你這邊有一個Chance 這邊有一個Chance 是分開 不是同一個點 我都會Flash 這一邊的扛壓其實你的選擇 我都覺得有點可惜 好 首先是 你有點太Focus在那個Omen身上了 注意看啊 注意聽啊 這個Omen打掉 我刀基本上直接丟這邊了 因為這個Omen是TP來的嘛 所以你都已經選擇下來了 刀就刀 刀這一邊 然後你手雷已經不能夠丟Man了 如果你選擇刀這一邊 這個時候你這時候 一個技能可以丟 要嘛你直接丟Man 扛住壓力 然後大家出去扁人 要嘛就是丟刀 然後那雷捏著 再打一個2拍 反正你說你要拖時間 這個想法很好 可是你拖時間 你要想辦法 讓對方 一樣是要製造EV 然後讓對方很魯的想 所以一個ProGamer 他會在這個地方 把所有的技能全部打乾 就是在最好的時間點出 最好的技能 然後拖最久的時間 但他不可能 把四十套技能都打出去 然後你的閃光也不要 丟這個 然後就算轉過來 再轉回去 沒有效率 你幹嘛幹嘛那麼忙啊 花拳袖腿 不要搞定那邊整天爪花招 又閃出去了 所以你知道他的差別 就是他會是高一點 高一點 就是譬如說我要打這個點位 我這樣丟 你注意看 他其實還是會有一段時間 飄逸 所以我會拉高一點 他出去那一拍 他才會是 比較瞬間的 你注意看喔 他現在抱的位置 他是 到空中 他在這一邊 他在這一邊 對對對 如果你是這樣丟高一點的話 他看到的時候 他看到的時候 是在這邊的 沒錯沒錯 所以他差別在這一邊 就是會稍微拉高一點 但我覺得你 還是可以嘗試一點就是 比較 比較七八的閃 或者是那種 丟屁股背話 因為有時候你看我做的這種東西 他其實不是為了要 真的閃到對面 他是要讓對方轉手 對 對 你如果能夠讓對方轉頭 就好了 對 而且你這個壓力那麼大 那個情況很高壓 你也是希望說 自己可以趕快 離開這個區域 然後打第一件主動性的東西 有沒有 你雷一直丟這邊 你幹嘛一直丟這邊 你叨叨兩個人 他還是要lodge你嗎 你看到一個sofa 加一個fader 兩個資訊角色 你如果在這邊看到一個解體 加瑞士 你丟這邊我覺得合理 你幹嘛那麼擠啊 你刀到人的timing點位 他在哪裡好不好 他最多走在這一邊 對不對 都還沒到 你就丟這顆雷 不用那麼急 而且你這顆雷 你接下來還有什麼 你撿球的時候呢 他丟 QJ丟大的時候 你在丟 你不用 太早把那個技能浪費掉 讓對方拿到Bman 其實沒關係 而且你這個雷 你也沒辦法足足碰到Bman 這個雷 有的時候我是想要 我希望可以造成一些cut的效果 如果你要進來 Jet會只有一個Jet 我把他打掉 你後面部隊全部會卡在煙內 所以說 我們會看到說 Kill他這一邊 會有一個 你會丟煙嘛對不對 嗯 我等你Jet進來第一拍 好不好 然後呢 我要打你後面的人 進去 因為Jet Jet他會左轉進去嘛 或是他在煙裡面嘛 那個Timing裡面你要抓好 嗯 太早的話那個解題 才會剛出現幫你打 對 太晚的話那個解題 他可能已經幫我們關掉 然後點上如果有隊友的話呢 他們比賽會丟一個閃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這樣子丟 不過反正就是類似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他會直接讓 這邊的人 全瞎 所以點這個窗戶的人 就可以出來打 這個閃光超強 如果你要打天梯的話 你想 如果你跟你隊友一起玩 你可以丟這個Flash 效果也很好 然後呢 你稍微想一下 如果說你自己本身 如果要打 回防內容的話 Bman有沒有拿到 木材有沒有拿到 沒有拿到 你會有壓力 要不要丟這個東西 想一下 然後有沒有刀 有沒有閃 閃光怎麼丟 然後進去之後呢 怎麼做處理 想一下 在每一次戰鬥當中 就要想一下 然後不要花太多時間 去放空 然後TAB一直按著 算一下現在的技能 經濟量大招 對方因為是Ecoge 他這樣打 他不是Ecoge 他會怎麼打 其實特上英豪 或是傳統射擊遊戲 哪怕是CSGO 也都是 收集資訊 分析資訊 擬定策略 然後那有些人會說 沒有射擊遊戲是想法 但 在我的想法 五個人跟你的想法 其實都是並駕齊驅的情況下 我們逼的就是這樣的東西 你懂我意思嗎 嗯